A股目前有3400多家上市公司,基本上都参与了股权质押。 股权质押的总规模目前超过5万亿,证券公司直接参与的占60%,银行直接参与的16%,剩下的都是其他金融机构以及X大户。 这几万亿股权质押里,目前已经到预警线的占比是10%,已经到达平昌线的占比30%,还有60%是正常的。 股权质押是上市公司普遍派用的融资方式,很多券商也喜欢这类业务。 在以往股市比较健康的时候公司只要基本面不出现致命的问题就不会炸雷。 对于券商金融机构来说,这是一门稳定的增值业务。 但是今年大大不同,A股进入熊市之后几千家股票都在下跌,有些2000家股票相比2015年已经缩水了70%以上。 股价跌这么多,那前两年做的质押也就危险了。 现在股权质押很普遍,今年上市公司的效益普遍不好,没钱补仓的就只能任流平仓。 有钱补仓的现在这种环境也不敢轻易补仓,总之就是跌个没完。 本周上头开始发话了,要出台一些措施来维稳下股权质押这个问题。 周五市场涨了点,我也回了点血,今年真是亏得有点猛逼。 虽然我还在持仓,但是也说几点。 一,市场就是是没错的,维稳一下股权质押的问题,说不定能缓和下跌。 二,市场短期的效果可能不会延续下去,因为就是政策,并没有说要花多少钱。 不出钱谁来救呢? 所以到头来还是谁出钱的问题。 目前场外资金可不会轻易的看新新闻就近场做股票,毕竟跌了三年,万一像08年那样咋吧? 所以信心恢复是个问题。 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别忘了按赞哦。